大家好,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RA模拟器的边框 在玩游戏时候的边框 我们先看一下效果 以FC游戏为例 在玩游戏的时候 正中间是游戏的屏幕 左右会有一个边框 上下其实也有边框 最终是这个效果 有点类似街机的机台 两侧的边框图片是透视的 你再换一个 这个边框是在这换 RA模拟器主菜单的第二个设置 设置里面找到屏幕显示 在屏幕显示里面 第一个屏幕图层 图层拉到最后 倒数第三个 有一个图层预设 这里面有一些文件夹 第一个就是边框 Bouders RM模拟器默认没有这么多 有一些是我后来添加的 默认是带这个的 我们看一下 是这个样子 一个老电视的效果 默认还有几个其他的样子 我们看一下 但是默认的这些都不好看 我后来到国外网站 找到了一个设计师的博客 他免费共享了一些边框 而且这些边框都是支持4K的 图片分辨率就是4K的 4K尺寸的PNG图片 带透明 比如这个接机的4K 是这个效果 我现在的分辨率是1080P 它自动会缩放 再换一个 这是4K接机的V2版 再换一个 这是Neo Geo的 再换一个 开不空 左边落口人 右边是接把 再换一个 还有一个铁拳3的 我们换一个游戏 一个游戏有点单调且乏味 这是铁拳3 铁拳3是PS1游戏 接把要配合接把的边框才有意思 进入屏幕显示 屏幕图层 倒数第三项图层预设 Border 这里边有接把的 接把2CE版Steaker 再换一个 再换一个 我一共下了五六个的样子 还有最后一个 关于这个边框还有一些相关的设置 比如这个图层缩放比例 默认是1 这是缩放边框的 比如我们改成0.86 它这边框会变小 因为我下载的这个边框是默认匹配好的 所以在缩放比例这儿是不用修改的 但是有一个地方要修改 在视频里设置视频 视频里面有一项叫放大整数倍 默认好像是关闭的 需要打开 关闭是这个样子 它的意思是 如果打开屏幕会变小 如果关闭屏幕会变大 现在是大画面的屏幕 我们再看一下 缩小之后的变化 我们再换一个游戏 这是缩小版 这是放大版 放大版效果也挺好的 下面分享一下 我这个边框文件是从哪获得的 我是从油管上这个视频找到的边框的作者 这个作者除了做边框 他也修改渲染器 他做了一个渲染器的对比 通过评论 我找到了他的网站 他的一个主页 这是他的名字 这是网址 他有很多作品 主要是边框和渲染器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 比如这个边框 边框一般是两个文件 一个是PNG图片 还有一个是CFG文件 PNG是图片文件 CFG是配置文件 这两个都要下载 另外都要放到同一个目录 先进入RA的主目录 在主目录里 有一个边框 这个目录 Overlace 覆盖的意思 相当于是一个叠加层 第一个是边框 这里面每一个图片 对应一个配置文件 比如 接吧 接吧的这个PNG是4.30M 3840乘2160 文件也很大 然后它对应了一个CFG文件 放到这个目录之后 RA模拟器可以识别和调用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次见